罹患罕见疾病 让小女孩从小肌肉萎缩 连呼吸都困难 琪琪靠带呼吸器生活 热爱创作的她 虽然三年前不敌病魔离世 但留下温暖画作 有热气球 植物和大海疗愈人心 在新竹县竹北市展出创作歌展 用水彩和蜡笔描绘雨中的蝸牛蚂蚁 琪琪也画下可爱大猫咪 竹北市想平方二楼工艺空间 展出欢呼而起起创作展 她的肌肉力量不够 所以换气量一定不够 所以出门在家都随时要用个呼吸器 那可是她会觉得说 我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她就愿意带着呼吸器出来 她的话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像她妈妈讲的 只要她感受到任何的关心跟爱 她都会把它放在她的图画里面 民国一百年出生的琪琪 罹患先天罕见腺状体肌肉病变 从小肌肉萎缩只能坐在轮椅上 虽然肢体受限 不过个性乐观热爱创作 三年前不敌病魔离世 但留下美丽创作故事 这次在竹北展出17件笔触细腻的作品 其中这件长阳海洋画作 是念大班时与爸爸快乐游泳的美好回忆 我就觉得很温暖 小朋友虽然她身体上有一些不方便 但她还是很努力地展现她对世界的想象 还有她的怀抱的希望这样子 就很感动 缤纷热气球彩色公主群 齐齐又丰富色彩温暖世界 展期持续到4月底 邀民众感受爱与生命力